宋朝已经进入了现代文明的浮晓 这个学术观点就是有名的唐宋变革论 元清这两大多民族帝国的出现 打断了东洋的近代化进程 而东洋和东洋史这种提法就意味着 中国仅仅是汉族中原地区 而中国的几大边疆都不是中国 这就是西方看东方的文化政治立场 观众朋友们好 我是姜梅 上一讲呢 我们说到十到十三世纪的北族王朝 辽金元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伟大贡献 那么就有朋友来问我了 说你怎么看宋朝呢 关于这个问题啊 我想从现在社会上的宋朝热说起 有些观众朋友们可能看过电视剧 清平乐和大宋公词 这两部电视剧浮化到非常讲究 展现了宋朝文化的精美雅致 还有一些网友说呀 如果要穿越一定要穿越回宋朝 一些关于宋朝的书也很热销 比如说三连版宋风雅美学的十个侧面 风雅宋 同作者吴沟还写过一本宋现代的浮小时辰 还有追宋细说中国古代的黄金时代等等 从这些书名我们就可以看出 当今人们是把宋朝当作中国历史上文化经济社会最发达 政治上最为开明自由的一个时代 甚至说呀 宋朝已经进入了现代文明的浮小 这可比欧洲的现代化早了几个世纪呢 这样的一种宋朝热流行的宋朝官背后啊 其实呢是有学术观点的支撑的 这个学术观点就是有名的唐宋变革论 也叫宋代进士说 这个观点对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中国历史研究啊 影响非常大 唐宋变革论是由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 二战后由宫崎世定等人发展了内藤湖南的观点 提出了成熟的唐宋变革论 宫崎世定写的东洋的近世 中一本封面上就写着 中国的文艺复兴比欧洲早了三个世纪 并且深刻影响了世界 我先来讲讲什么是唐宋变革论 或者叫宋代进士说 这个观点啊认为从中唐到两宋 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和变化 这种变化呢 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具有贵族性质的门阀士族退出历史舞台 以科举入世的新的士大夫阶级兴起 第二 随着科举士大夫阶级的兴起 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大大强化 第三 土地私有制确立 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地主 电户关系形成 第四 商品经济迅速发展 高度发达 出现了像汴京 杭州这样的大规模商业化城市 国家的财政政策也随之改变 向商品征收的高额消费税 在国家财重收入当中越来越重要 第五 儒家礼学取代了佛教在社会上的领导地位 这很像欧洲的宗教改革 反映出了人文主义 理性主义的文化倾向 由词曲小说文人化代表的平民文艺蓬勃发展 总之啊就是说 宋朝出现了欧洲直到近代早期才有的绝对主义国家 商业资本主义 人文主义和平民主义的文化 所以说宋朝作为东洋的近视 彼之西洋的近视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文艺复兴时代 要早了三百年 可以说远远走在了世界历史的潮头 大家一听 是不是都在想 这是夸中国吗 但其实啊 这个观点给中国挖了一个很大的坑 下面我就说说这个坑在哪里 唐宋变革论认为啊 宋朝作为东洋的近视 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就是出现了民族主义 宫崎世定说 人类古代历史的发展往往走向大统一的帝国 西洋有罗马帝国 中东有波斯帝国 东洋有秦汉帝国 这些统一的大帝国最后在内外交困中崩溃 历史的发展就进入了中世纪的割据时代 欧洲是封建制度 中国是门阀士族社会 而进入近代 西洋和东洋都出现了民族主义薄兴和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趋势 他论述说 辽朝把大本营置于长城之外 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 与北宋对峙百年 这就是对立的民族国家的出现 大家要注意 他所说的民族国家指的就是单一民族国家 也就是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 他所说的民族主义和国族意识都是这个意义上的 这种对立的民族国家的出现 那是东洋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啊 契丹辽朝 党向西夏 女真金朝的建立 打立安南的独立 在他看来 无不可以看作是这些非汉民族民族意识的自觉和民族主义的勃发 而宋朝的华裔之变 壤仪思想 则是汉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宋与契丹辽朝的对等外交关系 更是说明了 在民族国家基础上 形成的近代国际关系格局 首先出现于东洋史 这样一来 西方现代文明的两大特质 一个是资本主义 一个是民族国家 民族主义 都出现于十世纪已降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史之中了 宋代进是说也就完整了 于是呢 在宫崎师定看来 元清这两大多民族帝国的出现 抹杀了好不容易才露头的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势 这就打断了东洋的近代化进程 从此东洋就落后于西洋了 它的原话是这样的 东洋的国民与国民对立好不容易才出现 蒙古帝国极度强大的统一意志又将之抹杀 结果是东洋近世史特征之一的国民主义一时消失 这点可以认为是东洋史与欧洲史在平行发展线上的背离 同时宫崎师定又把元朝和清朝完成的统一 看作是蒙古族满族的民族主义膨胀 要求扩张 进而对汉族中国进行征服 然后建立了大帝国 他说呀 在蒙古和满族的帝国里面 蒙古族满族 他不是不打算用自己的文化对汉族进行同化 满族不是做了吗 像剃发 一服 但是呢 满族和蒙古族只是做不到让汉人全面的蒙古化和满族化而已 如果可能他们就要废除汉语汉字和中国文化 让汉族人彻底的蒙古化和满族化 看到这里观众朋友们是不是有点晕呢 这个说中国率先进入了现代化 把中国说成是世界历史排头兵的唐宋变革论 其实里面呀 有一个大陷阱 他所谓的中国仅限于中原和江南 主要是汉族生活的地区 而元朝和清朝则是蒙古族和满族征服了中国 建立起来的多民族帝国 他们不是中国 很自然 这两个帝国的发源地 东北和蒙古及满蒙 也就不是中国的了 这种观点其实就是当今美国学界流行的新清史的先生 请大家呀 看看观视频 吴启纳老师的节目 在这里呢 我还要向观众朋友们简单解释一下东洋这个概念 在日本近代史学界 东洋与西洋相对 指的是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地区 而东洋和东洋史这种提法就意味着 中国仅仅是汉族中原地区 而中国的几大边疆都不是中国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日本学界的征服王朝论了 它和唐宋变革论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20世纪初 日本呢出于殖民扩张的需要 成立了满显地理历史调查部 开始所谓的满显史研究 并将辽金元史归入了满显史领域 满显史的开创者百鸟库吉 他在1937年提出东洋史南北对立论 他呢就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西方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出发 认为啊中国是由汉族地区构成 具有文化构成的单一性 而中国北部边疆的其他民族不属于中国的范畴 这就把中国的对立和分裂看成是常态 而把长城内外的统一看成是变态 1949年 美国学者魏特夫和中国学者冯家生合作撰写中国辽戴社会史出版 在这本书里提出了著名的征服王朝论 强调辽金元清这些北族王朝坚持并具有强烈的本民族文化特性 这一观点很快引起日本学界的热烈反应 形成了有日本特色的征服王朝论 他们把辽金元清这些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称为征服王朝 然后呢 把他们放在独立的内亚史或北亚史的历史脉络中来看 通过突出内亚游牧社会的共同性 回避甚至消解中国在内亚地区的存在与影响 其中田村石造的中国征服王朝研究是很有代表性的著作 岛田正郎写的大契丹国辽戴社会史研究 更为彻底的坚持了内亚史的立场 在这本书里 他一直称辽朝是胡族国家 认为他根本不能置于中国史系列之中 这本书呢 现在也已经有中一版 感兴趣的朋友们呢 可以去看一看 也就是说 这些日本学者认为 统治区域陷于中原江南的宋朝才是中国史的一部分 和北方游牧地区 于中原农耕地区唯一的辽金元清 都只能算作内亚史的一部分 都不是中国古代王朝 顺便提一下 在中国很畅销的日本讲坛社中国史系列中 第八卷吉池的草原征服者 辽夏金元是著名学者 山山正名写的 他写这一段历史时 暴露出一切征服 王朝论的问题 他完全站在所谓征服者民族的立场上 关注和强调契丹 女真蒙古等统治者民族的主体意识是怎样怎样的 强调和颂扬所谓征服者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成就 与此同时 不切实际的贬低两宋的历史成就 进而贬低整个中国的农耕儒家的文明传统 他根本无视中原汉族农耕区 在整个中华世界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也无视边疆地区和这个核心区的结构性关系 总之 他呀 对于我们今天这个统一多民族的巨型中国的现实存在 是感到不解 甚至呢 是厌恶的 感兴趣的朋友们呢 可以去看著名学者吕征慧为这本书写的书评 我想指出的是 唐宋变革论或者说宋代进士说 与日本的征服王朝论之间 其实有着紧密的配合关系 提出唐宋变革论的内同湖南 对蛮显史 它是用力很深的 宫崎世定所论 十到十三世纪东洋民族主义的薄心说 其实就是吸收并提升了日本的征服王朝论 正如王辉指出 唐宋变革论或者宋代进士说有一个根本的假设 民族国家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民主政治 这是三合一配套的呀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 都产生于宋朝明朝这样的单一汉族王朝国家 而元朝清朝却是将不同的民族地域文化扭合在一起 他们是两个专制的多民族的大帝国阻碍了中国走向民族国家 走向资本主义的近代化进程 而今天的中国全面继承了元朝清朝的国土疆域和国家理想 他当然不够现代 基本上还是一个帝国的形态 按照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世界历史规律 他就应该分裂 变成多个独立的民族国家 这样的话 中国那才算真正现代化了 说到这里 大家应该明白了吧 唐宋变革论也好 征服王朝论也好 都存在很严重的问题 但是呢 这两个理论 却是当前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最主要的历史解释模式 在当今史学界那是相当的流行 很多新的学术观点都与之有关 好 我们现在呢 来看一组论著的标题 罗茂瑞 中国棋逢对手 10到14世纪中国与邻国的关系 贾智阳 宋代于东亚的多国体系及贸易世界 许卓云 宋代 列国体制下的中国 陶晋升 对等 宋辽金时期的外交问题 唐凯 照造取下 宋代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 从这些文章名和书名中 我们都不难看出唐宋变革论的影子 我在这里啊 绝对不是说所谓讲唐宋变革论和征服王朝论的日本学者西方学者都有什么分裂中国的险恶用心 都是什么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其实不是那样的 但问题是一切历史论述背后都是有历史观的 而历史观与文化政治立场密不可分 西方学界以欧洲历史为模本为标准来看中国历史的时候 他就是认定多民族巨大的中国是一个于欧洲的中亚的俄罗斯帝国没有什么两样的帝国 他是靠民族对民族的征服同化来维持的是专制的是违反民族主义普世价值的就是不应该存在的 把巨大的多民族中国看成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把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朝代更迭 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连续性看成是一个虚构出来的叙事一种神话 这样的眼光和判断这样一种对中国文明整体性和连续性的不理解和否定 这就是西方看东方的文化政治立场 这对于一些日本西方学者来说呀 已经是日用而不知了 是理所当然的 是客观科学的 他认为这就是客观历史事实啊 是科学的学术创新啊 这种学术自信呢 其实呢 比什么险恶用心都更可怕更有害 我更不是说中国学者就不该学习和采用西方学界的观点 就不该和西方学界交流 你不学习 不交流 一天到晚关着门 自说自话 重复老一套 你怎么搞学术创新 怎么能有学术话语权 但是呢 我想强调的是 历史知识 历史叙事的客观性 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理论问题 作为中国学者 我们必须对历史论述 历史叙事背后的历史观 文化政治立场 有自觉意识 不能迷信西方学术界的学术前沿 不要以为采用了国际学术界的新观点 学会了国际学术界的新潮流 就是赶上了国际学术界的先进水平 这其实是两码事 作为中国学者 必须要有历史观和文化政治立场的自觉 必须有批判性的鉴别的眼光 才能对西方的学术思想 真正的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当我们的学界做到了 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的时候 说真的 那个时候我们才算是赶上了国际学术界的先进水平 最后呢 我再强调一下 来自西方和日本学界的征服王朝论 内亚史观 其实带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使我们能深刻认识中国与亚洲 世界的历史联系 深刻认识中国历史和文明内部的多元性 意志性和丰富性 我们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汲取新的学术思想资源 讲明统一多民族巨大中国的历史形成 讲明中国 可以在十到十三世纪分久而必合合而不再分 毫不夸张的说 这关系到立国之本 下一讲呢 我们就来详细说一说这个问题